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Jennifer 联邦大选在即 从历年民调来看 加拿大选民最关心的事情 无外乎经济或是医疗 但最近的民调显示 环境已经超越这两个传统上最受关注的议题 而成为加拿大人的首选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调查公司Forum Research最近的调查发现 26%的受访者认为 联邦大选中环境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排在第二位的是经济 25%的受访者将其列为首选 第三则是医疗保健 16%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 这项通过电话互动的调查 在6月28日到30日进行 有1812名和资格的加拿大选民参选 准确率为正负3% 调查公司Forum的主席Loren Bosnov指出 传统上大选来临之际 加拿大选民一般最关心 要么是经济 要么是医疗保健 其实Forum在今年2月的同类调查中就显示了这个模式 当时最关心环境的选民比例只有15% 而在上月底的调查中 这个比例一下子上升到26% 这个变化是非常引人注意的 Bosnov认为虽然这或多或少与联邦征收探税 以及四省强烈抵制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 加拿大人目睹亲身经历了金川的极端天气 包括安省魁北克以及大西洋省份严重的洪灾 以及阿尔伯塔和BC省一起接一起的森林大火 Bosnov表示正是这些极端天气状况 让加拿大人改变了态度 他们认为目前情况下 环境变化似乎比经济还有医疗保健更为紧要 是迫切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首要任务 Bosnov还表示 上述调查结果是加拿大全国的态势 这个总数字往往容易让人忽视地区之间的重大差异 其实在不同地区 选民的关注点以及关注度是有差别的 最为显著的是 在包括阿尔伯塔的草原省 选民更关注经济 关注度远远领先于环境 而在魁北克省和安省 环境就成为选民心中更突出的优先选项 温哥华地区居高不下的油价 让驾车人士较苦不迭 油价最高时甚至冲到每升1.70加元 长期在每升1.50加元到1.60加元之间波动 卑诗省的油价也是全国最高 只要看看晚间邮站关门前的折扣时间里 各有站前排长龙的车队 就知道这个民生问题已经多么严重 为什么卑诗省的油价如此疯狂的波动 随着普通汽油的价格 在5月中旬攀升至每升1.70加元 省长贺锦坐不住了 下令进行调查 省政府要求卑诗公用事业委员会 调查油价问题 多家燃油和天然机公司 被要求提供数据 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 据本地英文电台News1130报道 卑诗公用事业委员会 在调查时要求石油和天然机公司 提供自2015年1月以来 每升汽油和柴油的月平均利润信息 但是Imperial、Share和Husky 这些石油公司都拒绝透露 各自的零售利润数据 借口是这些都属于各自的商业敏感信息 帝国石油的还因是 鉴于这些信息的商业敏感性 以及披露该信息 对帝国石油市场竞争力产生可能的影响 帝国石油恭敬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Share公司也做出礼貌恭敬的回应 由于此类信息具有商业敏感性和保密性 Share公司无法接触同行的数据 也不能提供Share公司自己的数据 在Prince George炼油的Husky公司 不但不给数据 还把油价高涨的责任 推给了劳动力成本与水电价格的同时上涨 同时还指责省府推行的新雇主医疗税 以及信用卡费 房地产和租赁费用等 也提高了成品油的价格 反过来 许多石油生产商都指出 卑诗省实行严格的低碳要求 是油价高涨的一个因素 而燃料税偏高也是导致汽油价格偏高的一个因素 省长贺锦在接受采访时对此做出辩解 他告诉记者说 每升汽油只增加了一分钱的碳税 而加油站售出的成品油的价格却上涨了四毛钱 也就是说油价上升的幅度是碳税的40倍 本月3日 卑诗省就业贸易及科技厅厅长赖茨纯 在得知大多数石油公司拒绝与政府合作之后 表示他感到失望 赖茨纯说 人们有权知道 为什么燃料成本会出现这种剧烈波动 我敦促大家与BCUC的调查充分合作 因为委员会已承诺保护商业敏感信息 油价分析专家Dan McTig的研究报告说 卑诗省对汽油所加的税额在全北美最高 司机在卑诗省每购买一升汽油 需缴纳以下各类杂税 省级燃油税7.75分 卑诗省碳税8.89分 卑诗省交通财政局征税6.75分 大温地区运联公交税7月1日起又上涨1.5分至1.85分 此外 还有联邦消费税10分 以及最后在总价上征收5%的商品与服务税 各类付税叠加后 大温地区所收的每升汽油仅税额便已高达50多分 伴随着每次的政府加税 便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更大幅度的加价 现在面对油价高居不下造成的民怨 政府和石油公司却是互相指责 省民至今仍看不到油价下降的希望 白石市考虑效仿温哥华引入房屋控制税 筹募经费 在室内新建更多可负担房屋 该市将推动省府放宽卑失所有城镇的付税权欠 白石市长沃克质问 既然温哥华可以实行控制税 为什么白石不可以这样做 沃克认为省府应该修改现行法律 容许各城镇自行决定是否可以引入控制税 他解释 白石市希望通过此一税项承募经费 新建更多可负担房屋 白石市议会先前已经通过议案 在9月举行的卑失城镇联盟周年大会上 寻求通过一项议案 呼吁省府授权各城镇可自行引入该税 卑失城镇联会将为198个地方政府 与原住民部族提供平台 就各项政策进行辩论 并就结果表决 沃克指出 白石市一个小城镇 土地不多 收入有限 希望可以获得多一条渠道 宠募可负担房屋的经费 目前 白石等卑失城镇的权限 基本都受制于社区宪章 但温哥华却有自己的宪章 故此有权利在2017年引入房屋控制税 白石的诉求比温哥华多 要求房屋控制税不仅适用于住宅 也适用于商业店铺 沃克解释 白石的控制店铺很多 特别是近海一带 沃克希望这些近海控制店铺 能够拿出来出租 让新进店铺能够找到立足之地 他认为控制店铺多一家都嫌多 沃克不认为这一措施干扰了市场运作 他认为市场有些时候也会失灵 在温哥华 房屋控制税只适用于住宅楼房 实行的第一年 温哥华市府供金账3800万元 根据规定 所有获得的税款 只能用作可负担房屋的相关事项上 对于加拿大篮球和篮球迷来说 本周末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周末 在经历了2018-2019赛季的巅峰之后 多伦多猛龙队在周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MVP科怀 伦纳德和球迷们最喜爱的丹尼格林 都宣布他们将前往加利福尼亚参加下个赛季的比赛 损失两员大将的心情太痛 周六凌晨两点半左右 科怀伦纳德将离开猛龙队的消息被披露 报道证实伦纳德将与快船签署一份新合同 而对加拿大各地的许多人来说 伦纳德再次带领猛龙队赢得总冠军的赛季梦想破灭了 如果这还不够糟糕 仅仅几分钟后 丹尼格林也宣布他将前往洛杉矶 但要为胡人队效力 尽管心碎不已 加拿大人还是勇敢地在社交媒体上向明星们发送了数千条爱 感谢和祝福的短信 在整个周末风靡加拿大 球迷们聚集在一起 带着爱送这两个男孩离开 除了球迷之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送上了祝福 周六下午 特鲁多推特上感谢这两位男孩 为多伦多猛龙队所做的努力 并祝愿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不料这条祝福竟然让他受到了围攻 许多加拿大人借此机会提醒特鲁多 他们认为应该离开加拿大的人是他 在推特上 特鲁多说 看到你们离开我很难过 感谢你们帮助猛龙队赢得了我们历史上首个NBA总冠军 整个球队鼓舞了新一代加拿大篮球迷和天才 尽管特鲁多也只是表达了许多加拿大人该有的情绪 但是却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攻击 他们直言 即便特鲁多在10月份的联邦大选离任 他们也不会感到难过 一位用户写道 你也快走了 那将是加拿大伟大的一天 在所有的希望特鲁多离开的用户中 还有一些推特用户对于特鲁多关注篮球 而不是其他一些真正的问题表示批判 一位推特用户说 我认为此事应该排在你所有事项中的最后 因为你还有大选 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国家负责 但是如果特鲁多没有就伦纳德和丹尼离开猛龙队发表声明 那将是不寻常的 因为在整个赛季他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和他家人观看比赛的照片 并在推特上向他们表示支持 甚至参加了猛龙队的胜利游行 本周六中午正是BC本拿比铁道镇一个华人喜欢的商业购物中心 历经广场发生事件 可能是一对夫妇的华裔老人被警察用手铐铐了起来 引起大量华人围观 有华人在社交媒体及朋友圈发了不少帖子图片 其后还跟着大量评论 事发在历经广场二楼的美食广场 当时一名年轻女子端着刚买好的东西 也许是面条或者米线之类的正在行走 不小心撞到一位老人身上 结果老人反过手来把这碗热汤泼在了年轻女孩的脸上 现场目击者甚多 很快有人报警 皇家骑警很快就赶到现场 将两名华裔老人靠起来 也有网友证实 开车经过事发地点时 看见街边一名年轻华裔女孩哭哭啼啼 坐在马路上与警察说话 只见她满脸通红 好像脸上被烫伤 不过另有报道称 对于泼汤事件还有一个说法 年轻女孩是因为座位与这对老夫妻发生争执 结果老人顺手把一碗热汤泼到了女孩头上 无论起因如何 反正结果就是这对华裔夫妇中的一位老人 把热汤泼在了女孩脸上 有图有真相 警察把这两位老人靠了是事实 骑警还站在那儿露口供也不假 多数网友同意 老人向女孩泼汤肯定不对 后果很严重 但华人网友们争执不下的是 两位老人是否该被靠起来 也有网友评论说 即使老人干了坏事 也不至于把老人家靠起来 毕竟两位老人手无寸铁 也不会逃到哪里去 不过本拿比的警察是照章办事 进行人身攻击的话 按照程序是要把嫌犯靠起来的 总而言之 两位老人都已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实在是与年龄和阅历不符 也真心希望那位姑娘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